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 我是吴新宇 今天的气质艺术 我们给大家讲解 在历史上 也可以说十几年前比较重要的一具气 那就是在第十第六届 第六届三星杯半决赛中 常浩对李昌浩的第三局 决胜局的一盘棋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盘棋 当时李昌浩 这个是01年 这个对局是01年 当时李昌浩可以说是如日中天 而常浩是作为一个苦苦的 这个追赶者 虽然是中国的第一人 但是在李昌浩面前呢 只是一个苦苦的追赶者 那么在世界大赛的这个番棋上 李昌浩可以说 从来没有输给过外国人 那么这个三番棋的第三局 常浩能不能突破历史 那么呢 这个可以说是关键的一战 这盘棋呢 是由这个李昌浩 这个直黑先行 黑棋呢 走了一个 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流行的 也是被我们俗称为小零流的布局 小零流的布局 这个是最早是在八十年代 这个日本的顶尖棋手 小零光一最喜欢下的这个布局 所以俗称为小零流 然后白棋挂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这个 套路 非常流行在当时 黑棋跳 白棋飞 黑棋架 这也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个定式 黑棋跳的目的呢 就是想扩张下方的模样 那么接下来这个定式呢 大家肯定也是非常的熟悉 贴 然后呢 黑棋并 白棋虎 黑棋斑 这个是大家可以说是 比较熟悉的这个 一个定式 白棋长 黑棋逼住 白棋拐 在这里呢 长呢 有时候也有呢 这个斑的下方 那么斑的好处呢 就是黑棋这个B呢 是后手 那么它的坏处呢 就是黑棋这个上面呢 变成了先手 以后也有可能断 就是说 黑棋这个上面呢 多了个先手 对这里呢 一带呢 帮助比较大 那么白棋一般呢 还是会选择长 宁愿让黑棋这边呢 便宜一下啊 也不愿意 让黑棋这个上面 多一个先手 因为 由于黑棋这里是大模样啊 以后呢 这个地方 很有可能呢 总是要发生这个战斗的啊 那么如果发生战斗的话呢 这里少一颗子 这个对这里的影响呢 肯定呢 也会很大 然后黑棋跳 到此呢 可以说是在当年啊 这个 在这盘棋对局以前 非常流行的一个局面 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下法 那么 这个 呃 当时呢 白棋一下呢 有很多很多种的招法 那么在这盘棋中啊 长浩呢 选择了一个最凶的啊 最凶悍的下法 也是一个最积极的下法啊 毕竟面对这个 石佛 李昌浩啊 我们的 他的这个 后 后半盘的功力 特别是后半盘的功力啊 当时是独步天下 那么 如果你平平淡淡的下 把这个棋局倒向后半盘的话呢 这个 肯定是呢 这个李昌浩呢 胜率呢 会更高一些 所以 面对这样强劲的对手呢 一定要采取最凶猛的下法 打入 那么长浩的这部打入啊 可以说也是一个 一部这个 经典啊 这个非常的凶 对此呢 这个黑棋啊 也得非常的小心 因为黑棋在这里走了半天啊 全局最主要的这个基本控啊 我们大本营 都是在这里 那么白棋一打入进来 这个黑棋啊 肯定是要小心应对啊 如果说只是简单的退让 这个肯定不肯啊 那么 白棋这个点还是先手 再一飞啊 这样轻松的就逃出去的话啊 那么这个肯定是 白棋啊 这个是 黑棋是肯定是不能满意的啊 自己的大本营 被人家轻松的这个破掉 肯定是不可能 所以黑棋呢 对白棋肯定要采取的最凶的下方 最凶的下方 但是胸归胸 但是黑棋自身呢 风险也很大啊 因为我们说过 如果一旦被白棋 在黑棋的大模 大空中 大模样中 轻松做活的话 黑棋这个实地呢 也是要 堪忧的啊 所以黑棋在这呢 也采取了最强的应对 压 你搬呢 这个就 再一退啊 这个 要全坚来放之敌 这个黑棋的态度啊 也是 少见的啊 对于李昌浩这种选手来说 是少见的强异 那么棋局啊 这个布局还没结束 就马上进入了这个 你死我活的战斗了啊 这个等一下 这个 双方呢 这个 就开始啊 做死活题了 然后 白棋接下来拖 黑棋搬啊 黑棋只能搬 这个时候呢 黑棋不能挖 因为挖的话 白棋一打只 再一糊 这个就很容易呢 就活了 你如果吃这个 这样它吃完以后啊 这个 再一糊 这个 嗯 黑棋呢 不好刷白棋 但是点这个呢 也点不到啊 点这个的话呢 白棋可以长 你这个打吃 它就粘上 这个呢 黑棋要刷白棋 太困难 你飞 白棋就打啊 你再点呢 白棋又压实线手 这个轻松呢 就跳出去了 所以 黑棋挖张 不行 那么黑棋呢 那么黑棋呢 就只有搬这个 白棋粘上 黑棋立 这个呢 来 这样呢 硬杀白棋 那么 白棋接下来啊 想做活呢 哎 这部飞是好棋 是这个 可以说是这个 死活的这个 要点啊 是个死活的要点 大飞不好啊 看上去能多 走一路呢 但是被黑棋这一点 白棋 白棋不行 走这个呢 这个顶一个 就可以啊 这样的话 白棋呢 不好 所以小飞啊 是这个 局面的要点 由于这个外面啊 有种种的 这个 毛病啊 有种种的 这个 毛病 这个 黑棋呢 也不能轻举万度 如果按照 普通的思路啊 建筑 缩小这个 白棋的眼位呢 这个不好啊 白棋呢 有这个 跳 的好手 你不能吃这个 纸啊 吃这个纸 由于自己 外围啊 这里有冲 冲了打的毛病 这个白棋 轻松的一跳 就出去了 冲不断了 是吧 你冲不断的话 白棋反过来 还要断黑棋 这样呢 黑棋不行 你不吃这个纸呢 只要被白棋 挤到这个 那么 这个白棋呢 就活了 所以这个 尖不行 那么 接下来 黑棋 黑棋 虎补 这个呢 也是沉着 冷静的好手啊 先把自己的毛病 这个呢 补干净 不给白棋 借用 这个呢 是 这个 沉着 冷静的好手啊 也是杀棋的 这个要点 在这呢 这个李商号计算 还是 非常的 这个 精准 那么 这个底下呢 即使让白棋走啊 白棋呢 也是 并没有眼位 那么拖 黑棋拐 白棋 尽量的扩大眼位 那么 这时候 依然呢 黑棋 这个依然是 非常的冷静 一冲 这个沙棋啊 有时候你 不用太着急 不用太着急 这样呢 这个 呃 白棋啊 依然呢 在这里 这个活不了啊 这个挡一个啊 看似呢 这个眼位呢 是 比较大啊 眼位是 比较大 但是呢 这个棋呢 并没有呢 这个活啊 并没有活 黑棋呢 这个地方呢 可以就算冷静的 一个一个的啊 来破白棋的眼 这个白棋啊 嗯 还是 做不出两个眼来啊 比如说说 你 如果粘呢 它就算点这个啊 这个就行 你打 它就 小剑 这个局部呢 长时呢 还是死气 啊 还是死气 那么 扩大 这个眼位呢 长时不行 那么白棋呢 选择的是 张杀 白棋选择张杀 这时候 黑棋杀棋呢 也要小心 不能简单的拐 不能简单的拐 如果你简单的拐的话 白棋这一虎 倒虎是这个 呃 局部的这个妙手 那么 黑棋只能 打这个截 这个眼已经是铁眼了 那么破这个眼呢 只能形成打截 打截呢 肯定是 黑棋不行的 因为这个外面 白棋 自身的截材呢 是比较多 那比较多 那么 单拐不行 直接打呢 更不行了 直接打 这个就已经是 打截了 因为这个蹄 还是铁眼手 啊 啊 急急忙忙去大飞 肯定也不好啊 白棋就算 这一虎啊 只要是确保了这个眼 那么呢 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打截 这个黑棋不行 不过在这个时候 啊 黑棋也有这个好手 那就是呢 丹 小飞一个啊 丹小飞一个 这个这个是呢 呃 这个 杀棋的妙手 啊 杀棋的妙手 这样呢 白棋呢 并不能作火 因为你这样 再去做这个眼的时候呢 那么黑棋现在可以挤在这里耍 啊 挤在这里耍 啊 下一步 破这个眼 有了这个指以后 破这个眼呢 它这个可以当点 就不用呢 形成打截了 而你做这边这个眼呢 那 黑棋这个底下呢 可以 就是说呢 嗯 虎这个 啊 这样呢 呃 可以顶在这 这个白棋呢 还是 不行啊 白棋呢 这个还是不行 那么如果你靠的话啊 如果你靠的话呢 这个棋啊 这个 黑棋呢 就冷静的 还是挤在这里啊 这个是要点 白棋呢 这个依然呢 这个是没有办法啊 火棋 打劫都没有啊 你走这个呢 它就搬这个 啊 反正这个已经 通过这一飞 已经呢 是缩小了这个 黑棋的这个 眼位啊 缩小了这个 黑棋的眼位 这个白棋呢 依然呢 不是太好 嗯 那么啊 被这个 黑棋 这一飞啊 白棋 这个整块 这个 棋啊 打入黑棋的棋啊 是没有办法走出一个 这个 结活 都没有啊 那么结活都没有的话 几乎也就可以说是 这个 白棋 这块 大龙啊 也呢 几乎就是说是 禁死了 啊 禁死了 那么如果一感觉说 白棋如果禁死的话啊 啊 那么 这个是不是损失就太惨重了啊 全被黑棋吃掉了 是不是这个 这个 藏号超之过急啊 这个 报仇心切 一上来呢 就被人家吃掉一块 这个棋 那就怎么办呢 不过 其实这个时候 如果白棋呢 还有这个 这个 回旋的余地 那就是呢 有这个 气质的办法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进行到这啊 这个局面进行到这呢 这个 嗯 白棋呢 并没有这个 慌乱啊 并没有慌乱 嗯 我们很难这个 十几年前的事啊 我们也很难知晓这个 这个 当时这个 这个藏号啊 到底是 对这个 这个形状啊 有所研究啊 有所准备 还是呢 确实是这个 临场的这个 发挥啊 我们就已经是 不得而知了啊 只有本人呢 可能才能知道 但是呢 到了这个时候 接下来呢 白棋呢 并没有呢 嗯 去很慌乱啊 很着急的去 去兴起啊 嗯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补充 因为黑棋啊 这个外围啊 其实也并不是 那么的这个厚实 并不是那么的厚实 嗯 黑棋的味道呢 其实也还是挺多的啊 打个比方说 我们再补充一下呢 就是一个变化 就是 其实白棋刚才走这个呢 嗯 嗯 面对这边呢 还是有一些这个 嗯 想活棋的话啊 单纯死活的角度上来说 还是有点棋的 等于就是说 当你走这个的时候 嗯 这里的几步 我们就不 暂时不摆了啊 就白棋 还是可以通过啊 这个 非常手段 来呢 做活啊 这个 这个打这个呢 也一样 他也是打这个 就是说 通过这个 特殊的一些手段 来走出一个啊 相对我们可以俗称为 赖皮结 但是这个呢 本身实在是太损了啊 这个完全是不入流的招法 从底下滚打 外面被黑棋 提的太厚 然后呢 再强行走这个 二路跳啊 打这个结 但是这个结呢 呃实在是太勉强了 因为黑棋 本身是无忧结 你已经损了不少 而且黑棋以后这些冲 是吧 这些冲都是 又是劫财啊 又是占便宜 这个白棋 基本上呢 是不能接受 啊 是不能接受 所以打这个结呢 是完全是没有必要 虽然这里有联邦的 这个手段 但是呢 基本上呢 是不能够 去使用的 不能够考虑是使用的 所以这个 藏号呢 藏号呢 它这个 站在这里啊 它是 站在这里 它当然是看到了 这个黑棋飞的这个手段 但是呢 它把目标呢 集中到了 这个黑棋 外围的这个 毛病啊 集中在往 那么呢 它这个地方 白棋呢 实际上就非常冷静的 冲 断 棋风断出生了 这个白棋呢 就也只有这个冲断 嗯 棋啊 有时候到这个程度啊 就是说有些事情 有时候就这样 如果这个棋 你在纠缠它的死活 或者说是这个局部 有可能打截活 有种种变化 那么呢 这个棋 反正还是非常的复杂 有时候事情就是说 白棋死了 这个事情就反而变得简单了 那么死的的话 就没什么好想的了 这个以下的招法呢 似乎呢 就变成一个必然了 那么呢 这个白棋既然死了 那么我只有通过外围 寻找利用 或者说呢 通过这个气质 在外围呢 寻求便宜 这白棋的目的呢 就变得简单了 就是反正死了 倒是这个棋呢 反正变得这个简单了 没死的话 反而很复杂 那么冲断 现在唯一的啊 这个希望就是黑棋外面看看有没有弱点 那么这个走了以后呢 这个黑棋当然只有补这个啊 并一个补 并一个补 然后白棋先冲一下啊 冲掉这个以防止黑棋 不给黑棋在这里坐眼的这个机会 然后再沾上啊 再沾上 白棋呢 打吃啊 这个倒是非常愉快啊 把这个黑棋的形状打的是非常糟糕 然后呢 这个 虎一个啊 这个是 好手 有了这个虎以后呢 黑棋这个头呢 出不去 这个头啊 这个就是说是 出不去的 虽然这里被打或者被点是鱼形啊 但是这个 正好呢 这个黑棋 没有没有希望 你这个走这个 他也就靠住 是吧 出不去 那么黑棋呢 只能是冲一下 把棋就挡住啊 既然出不去的话 就只能呢 在里面呢 这个收气了 那收气 那么收气啊 黑棋也得也得小心 这个点呢 是收气的这个好手 点是收气的好手 如果随手去打吃 这样啊 反而给白棋 这个打劫的手段 黑棋是自取其乱 那么点一个啊 这个可以说呢 是净杀了白棋 然后呢 白棋脱鞋 脱鞋 那么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 简单的呢 看一下啊 里面以后呢 等于是这个样子 白棋 当然要收气对杀死者这个啊 那么黑棋就打吃 那么黑棋就打吃 再去装上 黑棋这时候呢 嗯 得并一个啊 并一个收气 这个 是收气的这个要点啊 然后 那么 白棋以后在外面呢 等于就这个啊 是个供气 我们这样是可以不走 那么白棋就收 我们就一步一步收 那么黑棋也收 白棋收啊 黑棋收 这个大家就安不就安的来了 一步 黑棋 白棋收 黑棋收气 白棋收气 黑棋收一口气 白棋呢 白棋呢 这个收气 黑棋收 啊 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来啊 这个结果呢 最后是 黑棋啊 这个 快一气 这个 杀白棋啊 就是黑白棋 把白棋的 但是呢 白棋通过这个棋子啊 一个外面收入器 这个里面呢 也 便宜 不少木树啊 这个 结果呢 这个 实际上啊 这个事后而论 实际上呢 是这个 白棋通过这个棋子 白棋获得了便宜 等于这个里面是 五 十 十三颗子 二十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三 一三 三十四 三十七 三十八 这样撑满了 加上这个打刺 也不到四十木棋 也不到四十木棋 如果单纯的就是 就是有四十木棋呢 这个黑棋还可以 但是 大家知道啊 这个 白棋 这些变化都可以保留 在这个过程中啊 我们看看 白棋走了几步 一二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走了九步棋 也就是说呢 白棋在这个地方 留有九个巨大的劫柴 啊 我们经常俗话说啊 劫柴也是木啊 劫柴也是木 那么呢 这个 实际上呢 呃 白棋还有很多 这个 这个 隐形的 这个 这个 同时 白棋没有把这些器收紧 在外围 啊 还是有一些的借用 还是有一些的借用 我们简单的 再看几步啊 首先 白棋挂 这个呢 由于白棋外面厚了 这颗子 黑棋是 显然是呢 不敢要了 那么压的时候 白棋挖啊 作战 黑棋肯定也不敢作战 白棋外面厚 而且也不能打截 所以白黑棋呢 也只能 是 把这颗子呢 给剃掉 算了啊 然后 那么白棋 吃掉这颗子啊 这个木树还是非常可观的 你补住的同时 白棋这个大飞 当你走这个的时候啊 本身有了跳这个点呢 是比较严厉的 但是在目前情况下 由于白棋这边啊 还是有一些借用 我们来看看 你家是吧 白棋就虎 黑棋长 由于这里还有很多鱼味啊 我们所说的 白棋这里还有点的这个借用 白棋的气很长啊 这个也是弃子以后 暂时不用收棋啊 收棋是肯定有的这个余力 那么呢 在收棋之前 现在把这边呢借用 黑棋也不敢张 因为这个结是没法打的 我们已经说过 结材是白棋绝对有力 只能退让啊 那么以后白棋呢 在这一带啊 就有了这个先手便宜的这个权利 所以说当初的这个四十木还要打点这个折扣 走完以后呢 白棋再拆啊 由于结材有力啊 在接下来的这个 一个正常的这个火角当中啊 这个黑棋呢 还是啊 要付出一些代价啊 这个又走出了一个普通的棋型 但是这个棋型完了以后 明显呢 哎 还留下了一个 这个 打结的手段啊 这个脚上是个缓细结 我们如果熟悉一些基本死活的朋友啊 就知道 这个黑棋肯定不肯补 不补呢 以后白棋呢 这个一点就是一个呢 嗯 缓一细结啊 实战呢 也是这样 那么随着打这个缓一细结呢 嗯 白棋的这些结材也取得了很大的作用啊 嗯 由于后面 我们就 和这个 我们的主题啊 就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们就暂时呢 不说了 但是呢 这个 从一开始这个局部定型啊 黑棋虽然啊 就是说 杀法精准 就是净杀了这个白棋 但是白棋通过这个棋子以后 由于黑棋里面还要全部收棋 才能吃掉白棋啊 白棋这个 变化啊 这个经过大家这个 这个 事后啊 的一起这个研究 认为这个结果 虽然白棋死了 但是白棋通过棋子 全局来说 还是呢 明显的呢 这个便宜了 明显的这个便宜了啊 特别是在 出现这个结枕啊 像这个 本来是普通的招法啊 但是一旦出现结枕呢 这个棋呢 就是说呢 那么这个棋就是 肯定 白棋的这些劫柴啊 都会呢 发挥作用啊 这个是一个常常见的使用 这样呢 黑棋呢 还是非常的不利 那么这盘棋啊 长浩也是通过开局的 这个棋子的这个手段 那么呢 嗯 获得的便宜 最终呢 就是说 战胜了李长浩 而李长浩呢 也是在世界 这个棋战史上第一次 在番棋赛中呢 输给了 就是韩国以外的这个棋手 可以说 对长浩 对中国棋手来说呢 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盘棋 而这个 打入以后形成的变化 大家经过事后研究呢 黑棋也没找到好的方法 而因为有这波打入的存在 这个小灵流的这个布局 啊 在这盘棋出现了以后啊 就是说呢 几乎就很少有棋手 还走出这个流行的啊 就头一天还流行 第二天以后突然之间呢 啊 就没有人下了啊 没有人下了 因为都认为呢 这个黑棋呢 不太好 一盘棋 改变一个流行的布局 这个呢 也许就是偶像的力量 好的 今天的棋局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大家再见 一切 一切 大概